大家共修 敬請佩戴口罩 量體溫 接下來請收看 波河講座 我們大家請合掌 南無本事釋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大方广佛华言经概说 各位毕丘 各位毕丘尼 各位撒咪 各位居士大家 阿弥陀佛 大家请放场 我们本来是预计在晚上 或者大家的姻缘 所以说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那么就在这个傍晚的时候 大家淋离开前 我们把这个简介的部分 再把它补强一下 那其实一部经要简介 其实有各种内容 如果按照天台中的解法 还是十玄门 华言中解那个经典 也有它固定的方法 因为我学天台 那解经的话就是明体中用相 这四明 变体 明中 适用 叛教相 这叫五重悬翼 这四明就是对于经体的立明 做一个解释 那像我们昨天就已经开始讲这个事情 大方广 大方广其实是这个大 是佛法之大 那么呢 那么这个佛 大方广是佛法的法 那么大方广佛 华言经 大方广佛 华言经 那么这个佛呢是人 那么华言是辟语 经典呢无非就是三种立体方法 三种立体 三类的元素在立体 怎么样都是三类的元素 这个 法立体 那个人立体 辟语立体 一定就是三种 三种互用 或者是两两成对的用 或者是三者都用 这样 那就六种的这个立体的方法 是这样 那 大方广佛 华言经 它 事实上是人法欲都有 我们昨天呢 先从这个 这个 华言经 本身在佛法当中所占的位置 那其实是叛教 就是所谓的明体中用相 就是那个第四 第五个 叛教相 为什么教相要先讲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们说要见树 要先见灵 了解那个一棵树的怎样 要对一棵 一整个树林子要有所了解 那别忘了 我们无论是 研读 诵持 什么样子的经典 我们都是在学佛法 而不是学生文法 也不是学 只是菩萨法 菩萨法是手段 那再来 为什么那个菩萨法 还不是佛法 为什么 你说那是因嘛 那是成佛的因 那应该是对的 不尽然是这样 怎么说呢 你比如说这样子 有人说 你看那个天主教 神父修女 他们也是出家人 然后呢 也很慈悲 甚至有人说到说 现在佛门里头 没什么修行人了 没有人慈悲了 诸葛都是魔 那只有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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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是那个天主教里头 是有菩萨 你要知道 菩萨呢 能够称菩萨的一定是佛 能够称菩萨道的一定是佛教妹 为什么 因为菩萨的本意是菩萨 是觉悟的众生 觉有情 satha是有情 佛理是觉 那这个觉有形容词的意思 也有动词的意思 去觉悟有情 跟你是觉悟了的有情 但觉悟了的有情 觉悟这件事情本身是有深浅的 你比如说你来学佛 也算是一种觉悟啊 但学了佛还是烦恼啊 那就还是烦恼的那些 必须有人说他还没觉悟啊 会烦恼的一定没觉悟 那能够不烦恼 看起来人家认为那是烦恼 但是你看还好 那就是你在这个烦恼当中有所觉悟 那这种觉悟都是很轻微的 一般 我们常讲说 谁哪位大德禅宗的祖师开悟了 开悟了 悟呢 其实有大悟有小悟 但也有人说没有啊 一悟就悟到底 那是因为个人的修道的经验不同 有古德讲 我一生小悟无数次 那么大悟有几次 哇大悟还要几次你看看 那可见 嗯不是说一悟到底 但也有根气是一悟到底 好那不谈不谈这个 这些都有悟 那悟一直误入佛法的道理 但是是这样子吗 佛法又有分 佛法又有分各种的样子 那有分 那大家都知道吗 不一定 你比如说僧文教法里头 他就不会是认同说有佛 有他方的奥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乃至于他也不太认同说 你光念奥弥陀佛能往生极乐 他也不太认同 好 那甚至于呢 那他看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那有头发 他说你们在拜女人 就有这样子 我去这个印度开会的时候呢 那各种教派的人都来 那开的是戒律会议 然后他们就私下聊起来 当然他们本身没有那个看法 但是他说他的国度 南洋的国度呢 是这种看法 那你也觉得好惊讶 没什么好惊讶的 但是呢 就是这个理解 所以佛法应该要叛色 叛色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对哪一类人说什么样子的法 光佛门内所说的法就会不一样 而不一样还隔行如隔山 那是真的 那声闻教人 声闻教法的人 你要叫他相信大圣佛法 那是不容易甚至于不可能的 你不要叫他 你让他不要诽谤 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长老哦 那个是明白的长老 他讲话就酸酸的 你听起来就酸酸的 他明显的对大圣佛法 他不理解 而且他没有信根 那你很难跟他讲清楚 因为什么 因为连我们也没办法去请 一尊奥弥陀佛下来跟他讲说 这尊就是奥弥陀佛 再来释迦佛看得到他的佛骨 我们曾经赢过那个佛骨 那奥弥陀佛谁看过他的佛骨啊 没有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就是我昨天讲的 我昨天讲的就是 那是很人本的 在他来看那就是没有 那是后来编转的 但是编转你要看结果啊 你说大方广伯华严经 你说编转 你能编成这个样子 那你告诉我那编的人是谁 而且头尾不打岔 头尾能够一致 那这个是你说这谁能编呢 能这样编的也是佛了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像这样子呢 身文人就很坚固的认为 那个他不信 你跟他讲这道理这么深 这么的不可思议 你自己看一看 你都会怀疑说 人间没有人能够写这样的经文出来 你怎么可能谁去编呢 那不是大智者 怎么可能呢 他连动念头都不动念 他连参考一下都不愿意参考 这第二 第三呢是怎样 你告诉他跟他共同的语言 甚至于是也是他的教典当中所记载的 他都还可以跟你当着大众的面说 我不信 我不接受 是怎样 我讲过这个故事好多次 就是学界的人都知道 学界的人都知道 我说都知道历史是包括北传人 藏传人 藏传人 南传人都知道 或者我们讲一个不好听的话 就大乘人 命教人 跟小乘人都知道 都知道一件事 所以说小小界可死 这件事情是佛陀说过的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 出在当年 世尊灵入灭的时候 佛陀说 佛陀灵入灭的时候 讲了几些重要的事 比如说阿难问佛陀说 佛陀灭后以何为事 世尊说以这个戒为事 他又问说如果有那个恶性比丘 应该怎么对峙 他说以莫病之 不要跟他讲话 不理他 不跟他合作 然后让他自己惭愧 感觉难过离开 等等他问了好多 世尊有说了一句话 他说自如所问 就是说你如果不懂的话 让你多问 这句话是很冒险的 是很冒险的 阿难会不会去问出一个 世尊不适而回答的事情 首先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问佛陀有什么事情不能回答吗 比如说他会不会这样问 佛陀你当年要出家的时候 你爱不爱你老婆 他如果回答不爱 他会得罪所有的女人 他如果回答爱 他就会让所有的男人感到疑惑 那到底是情况是怎样 世尊早就超越爱跟不爱这件事情 但是万一阿难 阿难那个时候还在什么 还是出国人 阿难是正事果是在佛入灭之后 大家要集结的时候 他进不了那个山洞 齐叶库 我对齐叶库印象最深刻 我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 就是在齐叶库的山下 吃了加巴迪 加巴迪就是他那个饼 贴在那里那个饼 那我天生爱吃烤的东西 这个不好 烤的炸的我特爱吃 现在已经不行了 稍微忌口 稍微就好了 不要太忌 然后呢 这个我那学生 那个时候在南普陀当教务长 那学生就看到教务长喜欢吃 加巴迪 然后还有那个奶茶 这个人也拿一杯来说 这个供养这个教务长 那个人拿一个加巴迪 这个供养 我就我的波 就是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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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 快空了 还有袋放一袋 结果呢 结果呢水土不服 你知道动来动去 拿来拿去的口水啊什么的 who knows到底什么东西 结果吃完之后呢 那天晚上哇 我就一直拉肚子弄到全身的无力 隔天人家上七夜窟 爬上去 结果我躺在那 床上哭 人家上七夜窟 我在床上哭 哈哈 是这样 所以啊 当年那个七夜窟呢 是这样 是门是一个狭缝而已 里头很大 外面是狭缝 五百阿罗汉现身 生能大能小 他就能现身 自在 就这样进去 那就啊那被扁在外面 欸欸欸 啊那不开门啦 怎么不开门 他都没办法开 这个呢 这就是一个关卡 你去证果 证果的你就是来人进来 那还要证那个 拒解脱 不是慧解脱 慧解脱没有神通 或者神通很低微 要拒解脱罗汉 才可以进去 他就急起来了 你想想看集结经典 没有阿难 那还得了 所以他会背负成历史的罪人 结果他就 这么一逼 开悟 对不对 他那个开悟 应该是误生文教法 是误生文教法 这样 然后有人进去 所以阿难能不能问那个 世尊说 随你所问 你入面的时候 跟阿难这样讲 阿难真的能够知道要问什么吗 知道什么不能问吗 他并不清楚 他那时候至少识现是不清楚 就在这个时候呢 所以阿难有一件事 世尊无问之说了一件重要的事 无问之说了一件重要的事 他说阿难啊 我入灭后啊 虽然以佛为 以戒为师啊 可是呢 小小戒是可舍的 这下事情大了 那阿难呢 都没问什么是小小戒 结果在集结的时候呢 那都是神文人啊 集结这个戒法的时候呢 阿难就提出来一件事情 阿难没提出 阿难还没提出事情的时候 大家设尊者就提出了四件事情 来治阿难的罪 第一件事情就 你没有劝世尊再注释 你太过分了 第一条 你有罪 阿难说这干我什么事啊 那世尊自己要入面 又不是我 那不行 世尊慈悲 你没有第一时间请他 你不觉得奇怪吗 怎么会阿难不请世尊注释呢 这第一件事情就很奇怪 那第二件事情是 你曾经在做世尊的逝者的时候 你踩到了释迦佛 我们佛的架杀 哎呀 这太不尊重了 有罪 阿难说 这又干我什么事啊 我不是 我不故意的 那马有 马思前提 人有暂妄 那你这个 你这个要把他拐 他说对 有罪 有罪 他抗告啊 阿难抗告 抗告的时候 五百阿罗汉 他就 那加塞尊者就问 那五百阿罗汉们 你们觉得他有没有罪 每个人都举手 四百九十九票 对一票 阿难说好吗 那有罪 第三件事情是 这个 这个什么呢 你 太过分了 这 不要怪我 真的是这样讲 你太过分了 这样过分 你居然 居然怎样 居然请释迦佛 T2 T2谁 女人 过去诸佛 没有那个T2女人 你 干这种事情 害我佛教 从今而后 五件事情不能做 第一件事 五件事情没有 第一件事情 在外道 如果看到我的出家比丘了 走路在地上 地上有水 外道会脱下他 庄严的衣服 铺在水上面 让我的地址 我的出家地址走过去 不沾泥巴 自从有女人出家 没有这回事 外道如果身上没有衣服 裸体外道 他会剥下他的头发 放在地上 让我的比丘地址走过去 不受沾泥巴 但是因为有了女众 这样子 外道可以节省他自己的饮食 来供养 来供养我的弟子 但是因为我的弟子出了女众 剃度的女众之后 没这个事 哇 他说了 好像 罪魁祸首 他就说 这又怎么能怪我呢 当时要出家的是 释迦佛的娘 养母 恩众如山 那假设说 你这个是搞女人太 你是完全是搞小圈圈的 小资思想 小资本主义思想 这个 来我们现在问 大阿罗汉们他有没有罪 每个有499票要举手 他有罪 阿罗就说 好了 我不同 我不接受你们对我治罪 但是呢 我接受民主的选择 好了 算了 我有罪 就第三条是这样 第四个罪呢 就是这条 世尊自己说 小小借可舍 但是呢 居然没问 什么是小小借 哇 这件事情更让那个 大阿罗汉们 你当然不能讲 大阿罗汉抓狂 阿大阿罗汉怎么可能抓狂 阿大阿罗汉是非常 雍容平正的 但是对这件事情没辙 为什么呢 因为 妾只有佛能说 连菩萨都不能说 何况是阿罗汉 所以就没辙啊 还有他在加塞尊者说 哎呦 前面那三条罪都没有你这条严重 阿 你怎么会忘了 问 阿罗汉说 我那个时候是出国人 我忙着伤心啊 伤心 这就是人生 懂吗 敏心 敏三 吃人生 这就是人生 我怎么有办法 我忘记了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居然忘记 哦 请问大家有没有罪 那又说了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啊 不故意的 不知不罪啊 怎么又知我罪 又去 又问所有的阿罗汉 说 499票 对一票 每次都这样 那结果呢 他有罪 那对于前三个呢 我是没办法讲什么 那事实就是这样 但第四个 这一条最严重的这个 在2500年后的这个时候 有一个比丘教法藏 帮这位阿难尊者平反 我写出了好多理由 说阿难没有罪 证明没有罪 那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明就是 那是佛的神力 不让阿难问 佛有说自如所问 但你不要以为 真的能够随便问 好 那我就举了原因道理 这些道理都在戒律上有 只是 经过推论演算的结果 那可以证明这样 那 这种事情是破天荒的 自古以来 所有大小秤的律师 都心里的不讲 嘴巴不讲 心里都很感慨 阿难怎么会没问啊 因为小小界可舍 这是多重要的事啊 那这样如果阿难问清楚了 但每个律师就可以怎么样 说这是可舍的 对不对 对不对嘛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啦 错 绝对不可以问 所有的律师为什么 hold住不敢回答 小小界哪一条可舍 为什么 因为阿难没有问 理由充分吗 不充分 我这一讲就打脸了所有 歷代以来的律师 所以这事情很严重 这事情很严重 那出发前在 在桃园这个中 这个国际机场 那我 那去的还有我的法师兄 果兴律师 他是团长 那我当时尊重他 我就跟他讲 那你老人家看一下 他的人吃杯 就算他有点觉得挂碍 他大概也不会说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好像没什么可以挂碍 因为那个我都有道理写在哪 有理论写在哪 大家看一看没讲话 大概是 可能也没时间看重点 大概也是这样 我忘记了这情况 所以我也不能说 人家帮我买单 没有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也不敢有这个意思 但是呢 那个是要 大家一起看的 那最后是翻译成藏文英文 当然喇嘛在现场的呀 第一天开幕他就在现场 他就坐在我正对面 差不多就是摄影机的那个位置 是这样 然后他就说 你们要讨论 我这个老人 东西南北飞 很头痛 什么头痛 他说有时候呢 从西方飞到东方 然后呢 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为什么呢 因为天都亮了 那有时候呢 东方飞向西方 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 因为天一直没亮 天不亮就不能吃东西啊 晚上夜食啊就不能吃啊 所以他说 把我这个老人搞死了 他说到底怎么办 古代没有这样子的嘛 古代都是走路的嘛 没有那个所谓的 在飞机上 你知道地球从东 从由东向西转 对不对 所以太阳往西边落 所以如果飞机追着西边跑的话 有可能一直追的都是追 那个落日 你懂吗 但是如果往东边飞 那很可能就很快就看到太阳起来 是这个状态 你去看一下转一下你就知道了 所以 所以会有这种问题啊 所以确实是这样啊 你到欧洲去 要不就是去 要不就是回来 一直都是黑的 特别是那个红眼斑翅 一飞就是暗暗的 然后一直到那边才要早上 才要差不多要早上 早上六七点钟 五六点的 像我上次飞法兰克福还是法国 哪里啊 好像是法兰克福 对法兰克福 下来的是清晨六点 请问清晨六点 在距离六点以前 你有多少时间可以吃 是不是这样子啊 你飞到那里是六点 可是我是十一点飞的啊 十一点是晚上十一点呢 是不是啊 到那边是六点 你想我是追的什么 我是追的落日在飞 是这样 好不容易追到的时候 不过是早上六点 好啦 我要是真想吃的话 可能在五点到六点之间 我才可以吃 这样你听懂的意思吗 大概这个意思 有时候是不一定的 有时候是时间上不一定 就是这样 那所以 已经十六个小时了 非欧洲大概十六个小时 十四 十三个小时 去好像十三个还是回来十三 回来十三去十六 十六个小时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那十六小时 那什么都别吃 我是指固体的东西啊 大概只能喝果汁而已 对一个老人来讲 这太辛苦了 他就讲了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现场 是很正式在开会 那我就说了一件事 我就说 我就说了 我就替他平反了 替阿难平反 我替阿难平反了 不是平反过五而十 我没讲这个事 因为世尊说 小小界可舍啊 小小界到底是什么没有说啊 所以我也没有指明说 所谓的小小界就是 过五而十 但是你知道 南传人最爱笑 北传人的就是 晚上有吃 他就很敏感的想到这件事情 接着就更加敏感的认为说 我这个和尚就是要退 替北传人的晚上吃饭呢 来怎么样 来做平反 我说下面一群哦 一群那种比丘哦 就很不爽 我还没讲完他就举手了 我知道 我当然都知道 会引来什么 引来这个世纪大辩论 然后就 讲一堆说 不可能啊 佛法戒律 当时佳瑟不是说吗 佛已至的不得废 佛未至的不能立 我说 我早 我心在想 我早就准备好你这个说法了 我以前是辩论社出身的 我哪不知道你会用什么 这个工坊 我倒就清楚 我就听他讲 我就带着微笑 我跟他讲 是的 但是 你知道吗 你觉得应该遵守的那个 所谓的佛未至不得令至 佛已至不得废 你知道吗 这句话的本身就是矛盾的 他说 他说 这句话谁说的 嗯 佳瑟说的 对啊 佳瑟说的 佳瑟尊者说 我对佳瑟尊者充满敬意 但 我们不是都清楚吗 戒律只有佛能至 但是你现在遵守的这条跟 金科玉律 却是佳瑟尊者的 他语射 卡住了 上面充满了各种愤怒的情绪 正在凝结旋转当中 旁边的 大喇嘛 红叫 黄叫 花叫 白叫都在旁边 大喇嘛 八十几岁的那个 开始旁边都会有侍者 就走过来了 架着他们那个八十岁的老喇嘛 就跟他讲说 我们去尿尿 赶快离开现场 你知道为什么 他们眼看着南船跟北船要杠起来了 藏船呢 尿顿 赶快离开 不要在现场 我就看 哎 别走啊 我心里头用一种 因为我在台上 我是发表人 我怎么走尿尿 老的都走出去 都出去 都去尿尿 我在想 哎 最无情的就是和尚 这不是坏话啦 这是讲解脱法 看起来是这样 我没在怕的 哪有语色 然后他就 没有 下面的画真的很经典 很经典 我常常引这段话 这段话代表着所有南船人 很特别的态度 这个态度其实就是今天 整个世界上 宗教在衰微的很重要的态度 人本主义 南船人是很人本主义的 人本 他谈的那个缘起 缘起是什么缘啊 什么因缘 都是人的经验的因缘 你要知道 一天到晚谈缘起 你会把佛法说死了 我请问你 阿弥陀佛跟你有什么缘 你知道吗 你见过他没有 有没有啦 少分人有啦 极少分人有 你只能相信你过去是 有听过见 有听过阿弥陀佛 人家讲什么 对不对 你见过他吗 你看过他的老人家 乃至于脚趾尖吗 这个地球上面你看过释迦佛的设立 你看过阿弥陀佛的设立吗 好了 如果你都没看过 人家跟你讲 那是假的 你怎么办 你拿什么具体 他要你给你一个具体的事实 说他存在 你拿什么事实 那释迦佛还有设立子妹 还有佛谷妹 还有佛牙妹 你爹嘛 还有挂在枪上的相片 那阿弥陀佛呢 没人知道 不知道要为银子逼 也不知道 你怎么办 你不要傻傻的啊 这就是南传人 跟着所谓的科学家 一样的在 在对论着大乘非佛说 最可怕的见解 因为我们也都是这样 有图有真相 世间人不是这样讲吗 糟糕 那没图就没真相咯 所以 人本主义是有带着危机的 它本来就充满着 对于你人类无知的那一部分的 一个